那王源是因為裡面正好有一個角色 非常非常的適合他 然後呢 跟他們見面之後 就是覺得 小朋友真的很 我覺得很有潛力啊 這次就是他第一次帶你 所以他自己也很用功 也很認真 所以說那 那王源的那個定章叫出來 很多網友有說 其實還有點沒有那麼 就是像他們心中想像的那個樣子 因為主要是現在我們發布的每一個 演員都沒有顧顧他們演的是那個角色 而且說他們現在的妝容 其實會經過後期電腦裡面 大量的架構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的樣子 並不是他們正在電影裡面的一個樣子 因為電影裡面是一個 我換句說他們現在的妝容 還是整個是比較現代的 因為他們最後出來的妝容 只會在配合上發行 修飾配飾等等 才會是最後完整的電影裡面的更多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而且這次其實 其實王源的顛覆還蠻大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很小可愛的樣子 那這一次在我們的定章裡面 其實我們會稍微把它畫得成熟一些 然後映朗一些 所以說很多粉絲都覺得畫 換了一個 所以這也是 其實我還蠻開心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化 因為其實電影裡面不是一個造夢的藝術 就是演員的樂趣就在於可以在不同的電影裡去辦一點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你知道學籍裡面的演員 說每一個人的形象都出來都非常的有意思 我跟他們以前是非常的一樣 嗯 將請王源是考慮到他們現在的人氣和市場的這個活動程度 哦當然當然 因為本身就是說他們有很多人支持他們的粉絲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符合一個電影裡面的角色的要求 因為本戲裡面就有一個角色是他們這個領記的一個小朋友的一個角色 所以說也希望他們的一代 讓人們就是對你們的一個深深